25比24 生死攸关时刻 小戴霸气轰出这样的股网球 把新际奥运冠军李雪瑞气腹 直接在赛场上表演翻滚脉龙 和这样的极限挑战 小戴似乎真上瘾了 接下来的乾坤大挪移 这经验有趣的神仙斗打 世锦赛历史名场面 发生在十年前2013破冬世锦赛 但是画面上大家看到的是 二号场第一场李雪瑞对戴志 冲出这15比11的比赛开局 19岁天才上网 戴志已开启了自己第一次 正式征战世界冠军之旅 哪个比赛呢 请大家介绍一下两场 其实李雪瑞他之前的 就是他上来的时候 我都快退役了 所以我跟他打得比较少 但是从他的特点来说 他的进攻威胁比较大 因为他有一些双打的技术在里面 然后之前 打盘面对着正途巅峰期的中国一节 李雪瑞他拿出让世界一节 敬畏的硬实力 场上来看今天 李雪瑞的失误还是比较多 稍稍还占据着比分上的优势 但他依然不敢有半点大意 因为一网之隔的对手 他在各种超级赛里面 也多次赢过 这个一队的选手 威胁比较大的一个队员 此时的他已交手过三次 第一次是打国公开赛 半决赛 李雪瑞 上来就棒头杀21比8 21比19 萃取双方交手的第一次胜并 接着是2012年 全英赛半决赛 戴茨颖好不容易取得开门红胜利 可却被李雪瑞连锥两局 最终逆转 最后一次 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 戴茨颖 又一次被李雪瑞 直落两局 横扫出局 直步16强 而李雪瑞 则一路杀到底 涌夺那一年的奥运金牌 并顺势在那一年 第一次登顶世界第一 没想到 时隔一年 双方又来到如此重要的舞台上相遇 从18比12领先到现在的18平 李雪瑞又给自己的同胞晚辈 赛场上了一刻 不过 他不怎么着急 看他还把球 戴茨颖也同样有自己的傲气 当对手率先抢下赛点时 他用自己招牌假动作停顿 晃点对手 强硬扳回局面 左方开启 神仙斗法的一回合 进入上半区 就是王志贤和两名选手 极限擦网球 反响赛点 后一个擦网球 连续两个擦网球 戴茨颖向前冲得太快 这场比赛是上半区 李雪瑞对戴茨颖 现在第一局打成了21比21 但李雪瑞也同样是 欲强则强的主 凶狠一波进攻 重新掌握主动 双方咬牙痘法 就看比比谁更有担心 其实像戴茨颖 还是一名高中生 但是出道 却是比较快 比较早 从不比键 才被奖励 李白 没错 出声牛逐步套 腕要往李白 这羽毛球的比赛呢 是塔前天到30分29分 未来的世界第一 还真是敢踩钢斯啊 又是一季神仙 又是浪漫球 之后呢 在一些重要的比赛里边 打到30分的 只是可惜了 大斜线批杀对角的一击 出现了 李雪瑞再次守卧赛点 最终以27比25 抽下了极其攻击的第一局 27比25 进入了第二局 戴茨颖 一开始掌控着比赛节奏 这两边都出去了 获得第一局的局点 坐在现在这个女单选手里头 但今天这场比赛 我觉得她主要在哪些方面 限制了这个李雪瑞 我们所说的兴奋比较大 她后面她连续得分 还是她的进攻威胁比较大 看到了 通过桥子 甚至是打出这锅6比2的开琴 因为戴茨颖他个子不算高 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 两顶线为主 这个李雪瑞 河顿大赛经典 确实比较电风气的中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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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 用恐怖的一波10比2 让小代吃尽苦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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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22岁的他 就能实现职业大满贯了 所以这次的八强之战 觉得在好多被动情况下 也还是非常坚持自己的打法 19岁 戴姿尹 其实输得并不冤 场上的两次关系领先时 若不是差那么一口气的话 比赛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这速度加上去这类的速度 中国的运动员 不太被动情况下的勾对角 就是我们说呢 这种球其实不一定是你练出来的 而是印尼 以前他们都会引 把那空下把 就那一段时间 因为教练的 再说像戴姿尹这种 条件可能同拍也很 从前来打球的郑少杰 就是我们培养运动员还是就 所以像以前的郑少杰 我听说还有玩那个翻版 还开赛车 没错 他就是玩冲浪的那种 以这个玩为主 以自己愉快为主 回想再一次 他若能闯过李雪瑞这一关 最终宇金达奴会师 最后的决赛舞台 他会不会取代 泰国天才少女 早早就能成为 雨潭真正的传奇呢 好球 戴姿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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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戴姿尹的十位 是21比13 上了第二局 他就2比0 淘汰了中华台北选手戴姿尹